老祖宗的智慧,为什么说外甥是狗,穷不过三代是真的吗? 有啥说法生活带给我们的原理书本上更多更广更深。 有些人读书案卷,也不见得能过好这一生,而生活处处充满学问。 比如我们在很多场合,都能听到俗话说得好这句话,可以说它的使用频率比很多名人名言还要高。 不过话说回来,大家真的知道这俗话到底是什么话吗? 其实所谓俗话,顾名思义就是约定俗成的话,它来自生活,用于生活而且能提高生活中交际的质量。 比如我们在和老一辈人,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人聊天时发现,本来一个很复杂的大道理,他们往往一句话,两句话就能表述清楚。 比如外山是狗,吃了就走,听起来还朗朗上口,这大概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。 不过各位是否知道这句俗语是什么意思? 俗语的范围太广了,我们常说的方言,谚语,口头语等等,都在这个范围内,其中有趣的句子也不在少数。 所以解释这句俗语,以前,我们不妨来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俗语,穷不过三代,富不过三代。 这句话想必绝大部分网友都听说过,很多人也大概知道什么意思。 他最被认可的解释是,无论是什么人,什么家庭,贫穷不会超过三代,富有也不会超过三代人,三代之后必有变数。 当然,这只是人云亦云的一种解释,也可以说是对这句俗语的一种误解。 其实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是,人穷不会超过三代,因为皆林穷三代的话家里小孩很有可能娶不到媳妇,如此一来也就没有第四代了。 富人也是一样的,祖辈经营不易,后人终难免出现败家子,没有第四代也是常见的事,话虽这么说。 社会上富货三代,穷过三代的例子也是有的,而这句俗语只是对一般规律的总结罢了。 姐死门槛断,哥死之不清,是很多地方常出现的一句俗语,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过年的时候常被老人们提起。 表明上来分析这句话说,的是人的亲情很脆弱,姐姐去世了就和姐夫断了联系,哥哥去世了侄子也不亲近了。 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愿不止这些。 这句话一真见血点出了,哥大亲情关系脆弱的一面,失去搭现的欠人这亲情将不堪一击。 不知道多少年前有这么一首歌非常火,还记得歌词,里有句,路边的野花不要采,无独有偶,有句俗话和他很相似。 有些老人常说野花进房,家破人亡,不过这个野花可不是花,也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他在一些地区带着已经出嫁的女儿,有些地方有这么个规矩,已经出嫁的女儿带着姑爷,回来的时候不能同住,如果同住可能会招来不好的东西。 有些老人也坚信,把野花带回家会破坏家里的风水,毕竟带来厄运。 现在我们回到开篇的那只爱生是狗,吃了就走,为什么说爱生是狗,这不是骂人吗? 其实这是老一辈人对亲情的另一种总结。 中国人对亲情是很看重的,家族的观念根深蒂固。 不过人们对于感情的亲疏,也是有很严格的界限的。 对于外甥,在怎么疼爱他们长大之后,还是要回到自己爷爷奶奶身边的。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句看似骂人的俗语,实则是对现实的一种感慨。 其实俗语虽然往往听着不那么文雅,但其内涵并不属于一些高雅的名人名言。 只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,很多人已经不再习惯用俗语了,有些富有哲学性的句子就这么被渐渐遗忘了。 不过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,旧事物必将被建设物所取代,一定会有新的形式来代替这种语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